订阅本频道,不错过任何任嘉伦资讯,流水条条预约量破100万,任嘉伦新造型帅出天际,可以现在就播吗? 任嘉伦和李兰迪领衔主演的电视剧《流水条条》,预约量正式突破100万,恭喜恭喜,回到了国偶剧里面,相当于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圈,任国超锦衣之下再次归来,古装造型依然能打,目前该剧的预约正式突破100万, 随之官方也放出了一大波的福利,这其中包括一张非常好看的海报,以及新的花絮,剪辑,真的很带感的节奏,从剪辑里面能够看到各种男主角高光瞬间,也能够看到即便满盘皆输,也要落子无悔地坚定,全谋家复仇大戏,男主视觉,让人期待满满,不管是朝堂上的斗争,还是朝堂下的斗兽场,都有满满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, 朝堂上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,随意拿捏别人的生死,一笑而过得宁臣未招,跟两次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复仇少年奴,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,让人对于这个角色有着深深的同情,男主为了保护月落,即便是牺牲了自己的性命,也是在所不惜,从他踏上这条路之后,就把生命置之度外,但是没想到,女主这个意外还是出现了, 她本来以为自己不会爱上任何人,没想到这人出现还是有点打乱了她的计划,当女主叫男主墨脸猫的那一瞬间,真的就直接带入了,男主这个时候虽然没有回应,但是半夜却给人家偷偷盖被子,真是很深情的一个人,说动心就动心了,这东西真的是挡也挡不住,任嘉伦的颜值真的是惊艳, 妥妥的古装美男子,即便是仰着拍也能够扛得住角度,这死亡镜头几个人能扛住,真的太好看了,从轿子里面闪现而过的那一瞬间,上半身微微摇摆,宁臣的形象死死难捏,而后一群大臣下朝离去,总在后面的魏昭,突然露出了一个不怀好意的微笑,轻蔑歪嘴一笑,直接给我杀疯了,她怎么这么会,完全拿捏大臣的感觉, 好像放眼整个朝堂都没有她的对手,对了对了,官方最新发出的一张海报当中,也是很有趣,也很用心,别的剧纯写一个一百,而她却还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流水的元素,看起来真的好看又用心,新的海报当中也可以看到国超的新造型,这身衣服看起来真的很接地气,但是又不是高贵质感,是很有质感的一套衣服,但看上去又特别随和,国超浇水的样子, 真的好看啊,如果让她戴着这张脸演一部中田文,我也好喜欢,脱离官服后,人国超的脸居然更加好看,咱就是说能不能现在就播啊,节目最后,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,follow一下,本频道专注人家轮作品,资讯与综艺,一起为宝藏偶像打靠。